207年6月2號 豪雨關懷行動 受美雨封面及西南氣流影響 從1號開始 將雨量遠超出氣象預測 像一條不穩定的列車 像一個集體 像飛機在轟炸一樣 所以這個區域 只要那個地方下到哪裡 暴雨就在哪個地方 四天內83小時 累積雨量達1446毫米 打破往年梅雨紀錄 造成市區淹水 多處土石崩落 道路中斷 基隆北海岸 台北內湖 以及雲林災情最嚴重 內湖聯絡處 深夜接獲里長求助 在一小時內 志工送出200份熱食便當 等一下我們要包就頂不來 同理 我們沒吃也很辛苦 這樣很感謝 大家互相幫忙 謝謝 鄉親有災難了 我們當然慈濟人 就是要趕快來做這一份工作 二號花蓮禁思經社 成立防災協調總指揮中心 全台志工投入協助清掃家園 因為是大水沖刷 那全部的汙泥都是在地下室的 每個角落 還有那個車子也都是汙泥 所以我們第一要件 就是把地上所有的汙泥水 分批分路線展開安心家訪 動員志工超過六千人次走訪一千多戶受災家庭 十號臺北內湖大湖社區舉辦祈福會 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慈濟幫助別人 那只知道說慈濟動作很快 那這一次我們自己真的發覺到說 慈濟的動員力 2017年6月2號菲律賓度假村攻擊 馬尼拉雲頂世界度假村 凌晨發生攻擊事件 造成30多人喪命 其中有4名是台灣人 菲律賓此地志工前往殯儀館 為零難者助念 並與中華民國駐非代表處 協助家屬處理後續事宜 雲頂世界度假村多年來一直支持 慈濟的環保和回收計畫 這次發生重大死亡槍擊 慈濟也盡全力給予各項協助 我很高興參加除去杯 2007年6月2號 新澤西首屆中文演講比賽 用誠心和雙手來傳達大愛的精神 慈濟新在西分會舉行第一屆 慈濟杯中文演講比賽 三十二位參賽者有備而來 我每天有許多的願望 早晨我的願望就是能多睡一會 他就給我打了一枕 好痛好痛 我長的以後我要當一個醫生 不給小朋友打掙 隨著學習中文熱潮與日俱增 參與比賽的人數年年增加 在當地已是重要的華語比賽之一 希望透過應當比賽的過程 讓參賽的學員們能夠更進一步了解 人文教育潛移默化 而落實於每一位參賽學生的心目中 中文教育潛移默化 中文教育潛移默化 中文教育潛移默化